京城机场 一架波音飞机缓缓地从空中降落 机场里停着几辆警车 一堆武警部队核枪实弹如临大敌般地 看着空中盘旋的飞机 武警身后还有一群人 中间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穿着一身白色西装 白色衬衫打底 戴着天蓝色的领带 脸上有些紧张 不远处一排消防车 前来接机的群众都被隔离 拉起了警戒线 这种规格已然像是遭遇恐怖分子接机 不过机场人员还真是得到机上的通知 说是有暴力分子在飞机上已经伤了一人 机场地面人员听到汇报后大吃一惊 马上向航空公司汇报 是公安局 武警总队 消防队全体出动 机场上一时热闹非凡 那个穿白色西装的中年人 就是航空公司的副董事长江成旺 江成旺 今年52岁 航空公司的副董事长 正厅级别 只有一子的他对儿子的宠爱 绝对是无限的 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江小秋正在飞机上 而且这个信息就是自己儿子发回地面的 江成旺虽然宠爱儿子 但对儿子也很了解 他自然不相信飞机上有暴力分子 国内这样的大环境下 谁会吃饱了撑着 冒天下之大不为来劫机玩呢 再说航空公司安保方面也做得很到位 不是一般的暴力分子 说能劫机就能劫机的 估计儿子想要整什么人 才故意这么说的 江成旺除了叹气外还能说什么 只要儿子闹得不是太过分就行 在江成旺看来 现在这样的情况并不算什么 就算真的没有什么事情 只要事后说一句 为了以防万一 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就能过去了 江家的人脉还是能说得上几句话的 可惜江成旺不知道 这次他儿子惹的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一个庞然大物 所以江家注定要难逃此劫 江成旺终于为了宠溺自己的儿子 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飞机缓缓地降落 不久飞机舱打开 悬梯缓缓接上 那些武警部队以及消防大队的人员 迅速地移动 江成旺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这时飞机上的人渐渐出现在悬梯上 那些武警部队负责人和消防队的负责人 见到这一情况顿时感觉有些惊讶 心中暗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有暴力分子劫机吗 看大家一脸平静的样子 根本不像有暴力分子劫机吗 江小秋终于出现在悬梯上 江成旺远远看见自己的儿子 手腕好像包扎着 顿时一皱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真的有暴力分子劫机吗 江小秋下了悬梯后 并没有马上走开 而是一脸冷笑地等着林锦红下来 小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知何时 江成旺已经来到儿子身边 急声问道 爸 你先别管 让他们做好准备 那个暴力分子出来后 你命令他们马上抓住他 带回去好好审问 江小秋盯着悬梯上下来的乘客 头也不回得到 当林锦红的身子出现在机舱口 江小秋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冲天的怨念 大声叫嚣道 给我抓住他 他就是飞机上的那个暴力分子 爸 快下令啊 原本端着枪的武警部队 顿时紧张兮兮地做出一副戒备之色 小心翼翼地看着林锦红 手中的枪已经对准林锦红 其中一人更是大声喊着 让林锦红马上双手抱头蹲下 江城望看了林锦红时 发现对方是一个一身儒雅的年轻人 面目清秀 看上去文质彬彬 很难相信是什么暴力分子 他猜测 对方可能在飞机上 与自己儿子有什么小冲突 儿子才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调动武警部队为其撑腰 江城望不知道谁对谁错 儿子虽然受了一点伤 但估计问题也不大 本想就这么算了的 但一见自己儿子上蹿下跳的蹦得欢 再加上对儿子的宠溺 随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暗自嘀咕着 算了 等下让小秋发泄一下后 再让人将他放了 再给他一点钱补偿一下 也就是了 何况都调动了这么多人 如果一点事情都没有发生的话 其他人难免会质疑 公司的面子也过不去 江城望打定了主意 便准备不再过问这件事情 只要小心一点 不让事态扩大就行了 刚出现在机舱口 踏上悬梯的林景洪 听到机场里警笛长鸣 一排武警部队 一辆辆消防车围在飞机周围 一见这情况暗自一愣 难道有人截击 可是自己在飞机上 都没有什么发现呢 还没有等他想明白 突然听到下面的一阵喊叫声 以及一个熟悉的叫嚣声 他微微侧头看了一下 周围有几人 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 这阵喊叫是针对自己而发的 他看的下面上蹿下跳的江小秋后 顿时想到了什么 妈的 报复竟然来得这么快 这小子看来不仅仅是跳梁小丑 竟然能调动武警部队 估计这次自己要吃点苦啊 林锦宏有些郁闷 本想搞个突袭 给家里人来个惊喜的 因此也没有通知家里人来接机 别说通知了 家里人根本不知道自己 已经来到京城的事 如果有人来接机的话 他也不至于落得这般下场 自己一出场便被人用枪指着 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有 一排枪指着 林锦宏绝不敢轻举傍动 他可不认为自己 逆天道能面对这么多枪的射击 也能安然无恙 他指得双手抱头缓缓地蹲下 眼睛观察着前面那些武警的动作 如果对方真的有什么行动 要自己的小命的话 自己也只能搏一搏 马上回机舱 然后打电话向家里求救 林锦宏知道 那个在下面上蹿下跳的年轻人 对自己的怨念很深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他不敢怠慢 身后传来一阵高跟鞋踩地的声音 一抹熟悉的香奈儿五号香水 缓缓飘进鼻子 林锦宏知道身后的人是谁 便趁着那些武警 尚在观察位冲上来之际 轻声地向秦子涵道 秦子涵马上回机舱帮我打个电话 就说林锦宏在机场 被武警的人抓了 电话号码是135 林锦宏很快速地说完 正好这时候武警部队的指挥员 示意两个武警走上旋梯 秦子涵的身子还没有钻出机舱 听到林锦宏的急切的声音 他的反应不慢 虽然没有走出机舱 但能听到下面的嘈杂声 马上停住了脚步 不再钻出去 拿出手机开机后 按照林锦宏的吩咐开始拨打电话 好在这个时候飞机已经降落 使用手机也没事 两个武警慢慢地接近林锦宏 见他一直抱着头没有反抗 心中虽有疑惑 这是他们见过的最温柔的暴力分子 这样的人真的能劫机吗 是不是情报有误 两人的脑中生起一丝疑问 不只是他们 就连在下面的队长 看得两个武警轻而易举地 控制住林锦宏这个暴力分子 至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 他脑中早就已经塞满了问号 向旁边的江小秋问道 你确定他是暴力分子 意图截击 没有了其他的同党吗 江小秋知道这些人 已经开始怀疑 不过这又没有什么 反正抓住了林锦宏 往警局里一丢 那还不是自己的天下 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玩死他 玩残他都行 以江家在京城的实力 玩死个无名小卒 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还用得了负什么责任呢 他刚想说话 他耳旁已经想起他老爸的声音 林队长 这些事情就是你们武警的事情了 有没有同党 需要你们自己问清楚 小儿怎么会知道呢 他也只是机缘巧合之下发现的 魏斯手上还付了点伤 我看先将这个煮饭带走 其他的慢慢在审问不迟 这样待在机场里也不是一件事情 对机场的影响会比较大 以现在的情况 我们向众人解释 都已经要费不少口舌了 江城望语气很淡 但说的话却颇重 那位林队长除了苦笑以外 还能干什么 江家的实力 不是他一个小队长所能惹的 此时见两名武警人员 已经压着林景洪下来 林队长向江城望 敬了一礼后 右手一挥 准备压着林景洪 先离开机场再说 这时江小秋突然叫道 对了 他还有一个女同党 还没下来 他说完 嘴边扶着一丝淫荡的笑意 自己做了这么多 为的就是得到那个性感女神 他自然希望 将那性感女神弄进警局后 在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捞出来 到时候自己哪怕是用强的 也要上了他 强扭的瓜不甜 那只是有些品味的 顽固子弟说的话 可惜江小秋并不在意这些 管他甜不甜呢 上了再说 不上怎么知道甜不甜呢 江小秋是个标准的银棍 因此从不在意这些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他自然不肯错过 他这么一说 林队长和江成旺两人都各自一惊 竟然还有一个女的同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成旺看了一下自己的儿子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怎么不说清楚 竟然还有女同党 小秋 事情不要闹得太大了 如果真的搞得收拾不了的局面 你自己要掂量着看 林景洪在旁边轻哼了一声 不过没有多说 现在这情况绝对不能多说 否则恐怕那个小白脸会兴起 那对自己可没有什么好处 在官场上混了这么久 他并不会盲目地高傲 能屈能伸 他自然会 可是林景洪想要避开 有人却不愿意让他如愿 妈的 你有什么资格笑 你的破表情什么意思 江小秋看了林景洪的表情后 森然一笑 伸手就向林景洪甩去 林景洪微微皱眉 眼中闪过一道精芒 灿然一笑 微微侧过头 躲过江小秋的巴掌 嘴里闪过一丝不屑的意味 看向江小秋的眼神 如看一具尸体似的 林景洪已经动了怒气 他不管眼前的小白脸是谁 都要让他付出这一巴掌的代价 还没有人敢在林景洪面前甩巴掌 妈的 你们给我按住他的头 我就不信打不了他 一个暴力分子 竟然当着这么多武警的面 这么嚣张 江小秋并没有听到预料中 响亮的巴掌声 愣了一下之后抓狂的叫嚣道 林队长两道如剑式的浓眉 眼看着就要纠缠在一起 江小秋实在是太嚣张了 他看了一眼江城望 轻声的道 江董这样做不好吧 这里是机场 这么多人看着 林队长的言下之意很明显 就算是江家在京城有很大的势力 但是如果闹大了 超出了江家的控制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江城望自然也微微皱眉 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 这样的情况 他江城望以前也知道不少 只是现在看的人不少 对江家还是能造成一定压力的 小秋先回去再说吧 来日方长 不行 这家伙太嚣张了 如果今天打不了他一巴掌 我今后还怎么在京城混呢 爸 你快点让他们按着他的头 我只要打一巴掌就行 谁让这家伙在飞机上 弄伤了我的手 江小秋见老爸也劝自己 还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 他已经被林景洪 那个轻蔑的笑意勾动了火 他今天不甩林景洪一巴掌 还真不甘心 他知道 反正老爸是宠溺自己的 一定会摆平这件事情 江小秋对他老爸的脾气 把握得比较透彻 才敢这么肆无忌惮 江城望看了林队长一眼 转过头去 意思很明显 让林队长按照他儿子江小秋的吩咐去做吧 林队长两道农眉 终于拧成一块儿了 成了一个倒山子 他算明白了 今天所谓的暴力分子劫机事件 根本就是一个大乌龙 只是自己是跑腿的 自己对于江家来说 就像是一只蚂蚁 想要怎么捏死 就怎么捏死 两名善于察言观色的武警 看得林队长也转过头去 显然默认了江小秋说的话 他们便刷刷地跑上来 伸手向林景洪的头上按去 准备将林景洪的头固定住 不让林景洪头转动 好让江小秋甩巴掌 江小秋一看到这一情况 满脸的宁笑 再次向林景洪逼去 林景洪眼中闪过一丝血红色 浑身的杀气喷勃而出 阴冷的杀气 使得他扣着他双手的武警 以及按着他头的两个武警 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 站在前面的江小秋更是不堪 刷刷地往后退了几步 林景洪不等江小秋再次逼上来 双手猛然一甩 双脚尖踮起 脚后跟往后一蹭 腾身一个前空翻 双手顿时从两个民警的双手中脱离出来 林景洪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 极如闪电 几名武警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林景洪身形如鬼魅一般 闪自江小秋身前 五只如刚前般的手指 紧紧地估在江小秋的咽喉上 紧接着 整个人闪身 贴在江小秋的身后 快 快的只有一条淡淡的身影 在众人的眼前闪射 林景洪绝不愿意 让一个小白脸甩自己的耳光 所以他冒险出手了 好在他的身手没有落下 完美的动作 使得这群武警部队人员手中的枪 成了装饰品 林景洪选择的方向很有讲究 他前面所对的是一排持枪的武警人员 而后面则没有高耸的建筑物 应该不会在这里布置什么狙击手 他毕竟是特种部队出身 对于这些地形的研究 虽只是看了一眼 也能了然于胸 自然不会犯低级错误 否则他宁愿挨江小秋的一巴掌 而不会乱出手 忘丢了自己的性命 反倒不值得 一刹那能想到那么多 考虑到天时地利等各方面因素 实在是在军营多年的磨练 在军营中他遇到的困难比眼前的更加恐怖 依然有惊无险地闯过 而眼前的场面看似惊险 比之以前的那些任务相比 倒差了不少等级 如果硬是来个硬性的规定的话 那么眼前的这场面 至多也只能算是C级任务 上面还有B级、A级以及S级任务 林锦宏在军中曾经完成过两次S级任务 七次A级任务 以至于B级以下的任务 他倒是参加的不多 因为这些任务对他来说 只能算是小菜一叠 杀鸡用牛刀是一种浪费行为 林锦宏的快弱闪电的动作 那个林队长顿时眼中闪过一道精芒 好快的动作 好精湛的技术动作 这样的动作就连自己都做不出来 更遑论这些普通的武警人员了 而且眼前这个看似儒雅 面目清秀的年轻人 对于时机的选择和地形的利用 都熟悉得很 显然不是普通人 他难道真的是恐怖分子 那凭这样的伸手在飞机上 为什么不出手截击 而等到飞机降落才出手 有什么目的 或者说这其中根本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江成望只觉得自己的眼前一花 自己儿子的脖子上已经多了一只手 那如钢前似的五只手指 紧紧地扣着儿子的喉咙 手指上蕴含着无穷的力量 江成望始终不怀疑 只要那五只手指轻轻往里一捏 自己的儿子肯定会被捏断脖子 他可只有一个儿子呀 江成望的脸上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 双手颤抖 嘴唇微微抖动着 呼吸有些困难 仿佛林景红着那只手 捏着的不是他儿子的脖子 而是他江成望的脖子 江成望强烈抵制着 那缕眩晕袭上脑神经的感觉